成電在報章登全版廣告指政府早在98年已經建議開放免費電視市場 當時兩間免費電視台表示支持 又指新市場開放政策在2000年中實施之後 單是無線已經在過去12年給少24億專營權費 成電有引用調查及報告指市場可以融立新免費台 而根據中大及港大的調查 民意幾乎一面倒支持盡快蒸發電視牌 他們促請政府不要再拖延 在年底前果斷決定發牌 並呼籲市民透過電郵電話直接向特首反映意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黎智學報導